大家好 欢迎收看 股市罗宾看 我是罗宾 台股在历经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三天的大涨之后 今天在美股的带众之下 开盘一度又往上冲高到10246 又是大涨超过百点 不过短线算起来怎么样 从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三天的大涨 再加上今天开高又是100点 短线已经涨了500多点 当然会有一些获利回吐的卖压 所以指数很快的又往下做一个压回 最低一度来到10092下跌45点 最后收盘下跌18点 收在10119 成交量是1630亿 好 那我们刚刚讲了 短线上连涨三天 连同今天又开高 所以涨了500多点 出现了稍稍的做一个震荡 这很正常 因为毕竟技术指标 也已经来到相对的高点 所以让它稍稍的降温 这绝对合情合理 而在今天压低的过程里面 并没有出现爆量 所以甚至于量还是萎缩的 所以就整个价量结构上来看 还是有利于多方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大盘涨多了 让它稍稍的整理一下 没有妨碍到 没有妨碍到目前整个短多跟中多 延续的一个格局 好 那我说即便这个礼拜 好像是今天大盘出现了 一个开高走低的格局 但是我相信对于我们所有的会员 又或者所有我们股市 我并和忠实的观众朋友而言 你告诉我 这个礼拜包含今天在内 这个礼拜是不是非常开心的一个礼拜 你想想看 这个礼拜 我们礼拜一 你看我们忍了一个月 在等待一个好的机会出手 而这个机会在今天出现 在礼拜一出现 所以礼拜一 我们带着各位 第一档出手的股票 就是六四七的高端疫苗 有没有 当天就是7% 接着下来 礼拜二 我们带着各位买进的是什么 我带着我们大家买进的是 2342的冒系 有没有 当天也是一样 我没有让你去追高 有没有 有没有 后来涨停 不仅礼拜二涨停 礼拜三 四月八号 也就是昨天 再来一根 两天两根 双喜临门 两天就是20% 有没有 接着下来 在昨天同一个时间 因为我说过 已经涨上来的股票 包含像高端疫苗也好 又或者冒息也好 已经涨高了股票 你不用去追 你没有跟上高端 你没有跟上冒系的 礼拜三我带你买新的股票 来 礼拜三 昨天4月8号 好不好买 好不好买 收盘在哪里 那你看 从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有没有 礼拜一出手以来 是天天有惊喜 甚至于包含今天 我们说过 大盘今天怎么样 开高之后 杀低 收了一个 18点的一个收盘 但是今天 我们有没有继续 给大家惊喜 有没有继续 让大家开心 我们来看 这档股票 来 我们先这样说 老规矩 已经涨上去的股票 我说过 你不要看了节目 想说 哇 涨停的开始涨 你就去追 不用 没有 我就以现在来讲 法人锁定的股票 为什么法人锁定 因为法人锁定 他们要开始 冲刺绩效 所以针对法人 锁定的股票 我们都已经 密切在做观察 只要买点一出现 我们就会带着各位 进场来布局 对不对 所以从礼拜一的 高端疫苗 礼拜二的冒戏 到昨天的国具 甚至于今天的J档 J档 搭便车一号 每天都有惊喜 好 那我说过 你昨天 你打电话进来了 我是不是告诉你 已经涨上来的股票 我在节目中 已经公开的股票 你就不要再去追了 你跟着我 对不对 你来登记 你来登记 因为现在我说 我要搭法人的便车 那我也欢迎 你来搭我的便车 反正我说过了 这个市场上的钱 就是这样 并不会因为 你多赚了一点 我就少赚了一点 不会嘛 你多赚 我也不会少赚 好了 你多赚 法人也不会少赚 就好比我们赚了 法人也不会少赚一样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有钱大家一起赚 一起开心 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我说过了 既然我要搭法人的便车 我也欢迎各位 一同来搭我们的便车 所以 昨天打电话 昨天打电话进来的 来 你大声的告诉我 你今天买的是不是就是这一档 有没有 好不好买 你告诉我 而且我说过这档股票 还有最火红的题材 而且还不止一个 一个两个三个 你想 一个引擎 人家一个题材 一个引擎都能够喷出去 现在他有三个引擎 同时引燃 或者轮流来引爆 你想他的续航力道 是不是就会比别人强 所以今天拉出涨停板 坦白说 一点也不奇怪 那你看 从礼拜一的高端疫苗 当天就是7% 接下来的冒系 两根涨停 礼拜二 礼拜三 两根涨停 两天20% 然后接下来国巨来 国巨 今天都还在涨 昨天涨停板 今天都还在涨 今天都还在创高 有没有 那更不要讲 今天买进的 今天这档股票 也拉出涨停 换句话说 从礼拜一的高端疫苗 到今天的这一档 大便车一号三贯王 是不是 不论你哪一天 你是哪一天来完成登记 你是哪一天跟上来 对不对 你上个礼拜的 你买高端疫苗 你买冒系 不用说 那你没有跟上高端 没有跟上冒系的 你买国巨 国巨创新高 是不是一样 口袋赚宝宝 那你说国巨 我也没跟上 没跟上 你昨天打电话进来 你还是有跟上这一档 有没有也是现买现涨 现买就赚钱 所以我说这个礼拜 到今天 不过礼拜四而已 明天才周末 可是你看 从礼拜一到现在 四天的时间 是不是等同天天都在过周末 天天都让各位有惊喜 天天都让各位开心 那为什么 你想想看 我说过了 我们从3月11号 我们就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 等待什么机会 等待我们要大举进场 要开始大减便宜 而这个礼拜 让我们等到机会 为什么这个礼拜 我们等到机会 我说过 第一个 四天长假 四天长假的一个变数消除 你看现在 整个盘面变化这么快速 尤其是整个疫情 那个变化 每天都有不同的一个消息出来 所以四天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谁敢保证 所以我们当然不跟他赌 所以我们等到四天长假过后 尤其四天长假回来 我说过 当天礼拜一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数 也就是从蜀年开轰盘以来 逢礼拜一必下跌的 这样的一个惯性 它被打破了 既然被打破 就代表市场的心态在改变 市场的心态在改变 那当然 也是我们出手的一个机会 再加上最重要的一点 我说过法人现在怎么样 他已经按耐不住了 他已经按耐不住了 为什么 你可想而知 第一季行情跌了三千点 你认为他绩效会好吗 当然不好 那你说接下来 他要不要冲刺绩效 当然要冲刺绩效 因为绩效对于操盘手而言 那是几乎是等同饭碗的一个保卫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第一季绩效不好 我当然要利用第二季 我把它补回来 不仅把第一季少赚的 甚至于是亏掉的 我把它补回来之外 我还要至少我要正的 可是第三第二季 三个月四五六 你想五月六月 有没有存在的变数 过去大家讲 五穷六决 那至于五穷六决 当然过去怎样 不代表接下来就一定会怎样 是没有错的 可是至少根据大数法则 你过去的五六月 比较难有表现的空间 因为确实也是如此 因为就电子股而言 五六月本来就是相对的一个淡季 对不对 那再加上五月 对一般投资人而言 又有一个缴税的压力 那当然现在不晓得说 有没有延后 因为这一次因为破浪疫情的关系 对不对 那不管如何 总是五月六月 它的变数会比较多 那四月有一个好处 第一个我说过 它刚好是处在一个财报的空窗期 年报在三月底全数的揭露完毕 对不对 那接下来的重头戏 当然营收也是一个财报之一 可是营收它的重要性 并没有财报 所谓的季报 半年报来得重 所以接下来的重头戏 必然是第一季的季报 那第一季的季报 必须在五月十五号公布 那什么时候会开始反映 至少等到五月份 它才会开始陆陆续续的 影响到这个盘面 那换句话说 在年报公布完三月底之后 一直到五月要开始 出现所谓季报的一个干扰 那四月份 是不是处在一个空窗期 它至少是一个 西线无战事的一个 很平稳的一个时间点 那配合了这段时间 美股怎么样 美股也在强谈 那配合这段时间 你看现在连美国的 你看川普的一个智库 那个佛奇对不对 目前大家比较担心的是疫情 那佛奇出来讲了 以目前来看 这个疫情 已经慢慢的快要见到高峰了 所以慢慢的也会缓和下来 好了 过去也跟各位讲过的 当疫情缓和 利空出现动画 当然行情就会落底 至少短线的底部会出现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不就是让整个盘面 有一个很好的 让法人可以冲刺绩效的 绝佳的一个机会 好那既然法人要冲刺绩效 我说过 当然我们也不能够错过这个机会 因为你要冲刺绩效 那就给我们一个搭便车的一个机会 那你又说 我怎么知道法人要冲刺绩效 我已经跟各位讲过了 你认识我够久 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 我过去有十几年的时间 待在法人 对不对 所以法人的一个状况如何 又或者说 我说现在 现在 你想想看 我跟现在这些经理人 不管是操盘手也好经理人 我们所接受 我们也是一路的从研究员 让他们变成操盘手 所以我们接受的一个养成教育 几乎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想我们的想法 应该也不会相差太远 所以我讲的实在一点 法人 我就是法人 就心态上来想 我就是法人 我们跟法人 心态上是一致的 所以法人的一个想法 我们基本上都能够掌握 所以我说法人既然要充刺绩效 那我们就搭便车 那我们有没有搭便车成功 来 我们再来看一遍 这个礼拜 我没跟你讲太久远的历史 我说就是这个礼拜就好 因为我们也是从这个礼拜开始 我们过去忍了一个 忍了将近一个月 满手的现金 为了就是这个时刻 为了就是现在要开始大减别移 我们也要充刺绩效 来 礼拜一进场第一档股票 当天就是7% 有和你希望 有没有 而且这个我都讲在前面 在我们礼拜一出手之前 我在上个礼拜 我就广邀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一起来怎么样 共襄胜举 我说你来 完成预约 有 我说过的 这个盘面并不会你多赚了一点 那我就少赚了一点 又或者我们多赚了一点 那投信也好 自营商也好 法人还就少赚了一点 不会嘛 有钱大家一起赚 大家一起开心嘛 所以在我们这个礼拜一出手之前 我在上个礼拜 我就已经先预告了 我还要你在四天的时间 你就打电话进来 来做一个预约的一个动作 那时机一成熟 我们就带着各位出手 有没有 对不对 第二档股票礼拜二 我说冒系切入淡化加 具备强烈的转机性 为什么具备强烈的转机性 我说过现在 一些手机 不要说 不要讲太复杂的东西就好 就说5G就好 你想嘛 5G它是不是运算的速度 又会比4G要来得快 对不对 它传输快 传输快是不是也会耗电 对不对 那你耗电 那你不可能说 那我一台手机 我开机 那我讲个话 又或者看个片子 什么 电就没了 所以我必须要支付 因为5G的一个运算 它所衍生出来的 所谓的耗电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电池的容量 我势必要加大 那我电池容量加大了 问题是 如果说我充电的速度 我不跟着提升 不要说什么 我电池大颗是大颗了 问题是我充电要充一天 那你认为这实用吗 你开什么玩笑 那充电那天我都不要用 不是嘛 所以你电池的容量变大了 当然你充电的速度 也要跟着快 那怎么样能够增加 充电的一个速度 所谓的快速充电 里头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元件 叫做淡化加 所以冒系切入到 这个淡化加之后 它就具备强烈的转机性 所以上个年度 去年是亏钱的 到了这个月 一月份立马就变赚钱 那你想12个月份 我们不要说它大爆充 按照目前的一个比重 慢慢的这样子累积下来 因为我说这是一个 必然的趋势 你即便疫情的一个干扰 打乱了整个5G的 目前在发展的这个进程 这个时程 但是我说过科技 它不会走回头路 你说现在因为疫情 原本可能第一季 或者第二季 要上线的一个情况 我可能延到第三季 又或者原本第一季 现在延到第二季 它会有地盐的效果 但是会不会消失 不会 我说科技不走回头路 你不可能说 现在我们用4G 那现在5G 因为疫情的关系 走不出去了 那我们干脆回来用 继续用4G 还是干脆我们回去用3G 你认为有这种逻辑吗 不可能有这种逻辑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必然还是往5G发展 既然往5G发展 它就必然要成长 所以基于这个理念 加上股价 当时你看一路被打到了连20块钱都不到 一档转机的股票 居然从三字头被打到了一字头 从三字头打到了一字头 当然严重超跌 严重超跌 当适当的买点出现 有没有 来 贸系 从三字头被打到一字头 对不对 好 但是 当然 在这一段集叠 你不要再问我 你怎么没买这 你为什么要买这里 因为 礼拜二嘛 对不对 礼拜二在这里 你不要再问我 你怎么没买这 这么少的 这么17块呢 老朋友都不会问这种问题 但是如果说你是新朋友 我再告诉你一次 你永远记得 这个概念你记起来了 对你的操作绝对有好处没坏处 而且你受用无穷 你记住 一把刀子 从天上掉下来 你不要在它还没有掉到地面的时候 你说 我学过空手夺白刃 你就想去接 你去接 你一定会受伤 因为它还没有安全的落地 那等着把刀子 它安全的掉到地上之后 你是不是很轻松的把它剪起来 你也不会受伤 你也拿到一把刀子 对不对 所以同样的道理 在一个碟式里面 你事后看 这里是一个低点 可是这里不要忘了 这里是一个跳空往下破点 如果它继续往下破 你敢那么保证 你现在事后看 当然事后 大家都会是诸葛亮 但是事前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去看事后论 等到它打出一个底部 确定这是一个短线的底部 同时原本是下弯的这些均线 慢慢的走平纠结之后 我们在发动 我们在发动的第一时间 去买进 我说过了 是不是利润大 风险小 做股票不是赌博 要赌博我还是那句老话 去澳门赌 你胜算会大一点 既然要投资 我们就按部就班 那我们的目的很简单 大利润 小风险 对不对 所以我不带各位去赌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看 我们买进之后 当天涨停 隔天再涨停 有没有如我所说的 风险小 利润大 对不对 好 那你当时 贸系没跟上的 我说过的 接下来国据也是一样 对不对 国据这张股票 这也是我们来回操作好几趟的股票 好的股票 当有好的买点出现 我当然也不会让各位错过 所以今天 昨天就昨天出手了 对不对 你没有跟上高端 没有跟上贸系的 你买这档股票 一样开开心心的一根涨停 今天 继续再创高 创高就代表 不论你哪一天买的 哪一个点位 你都是赚钱的 甚至于包含今天的 我们最新的这档三逛丸 是不是也是大涨 所以这个礼拜开不开心 好 那至于 接下来 还有没有机会 你说前面我都没跟上 没跟上 你就广告过后回来 我再告诉各位 如何把前面四天少赚的 把它补回来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 我相信这个礼拜 对我们所有的会员 还有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必然都是一个开心的礼拜 因为我们从礼拜一出手之后 高端就是七趴 接下来贸系连续两根涨停 然后没有跟上贸系的 我帮各位锁定了国具 你看 这样也是一根 扎扎扎实实的一根 有没有 那就算你冒系也没跟上 你国具又错过来 就算你是昨天才打电话进来的 对不对 打电话进来干嘛 搭便车 现在我说现在是搭便车行情 讲出来也是一个送分行情 为什么 因为法人要充斥绩效 那我们可以搭他的便车 那我搭法人的便车 你来搭我的便车 那不是送分题是什么 你自己看 从礼拜一到现在 天天都有惊喜 天天都让你开心 而且这四档股票 从礼拜一的高端 礼拜二的贸系 礼拜三的国具 到今天这一档搭便车一号 每一档都在创高 什么叫创高 就代表 不论你礼拜一礼拜二 礼拜三礼拜四 不论你哪一天进来 你买了哪一档股票 四档随便选一档 你都是赚宝宝 这叫创新高不是吗 这个是有哪一档 我是到今天 我才评宫蹦出来的 你可以去问问看会员 你可以去问问看 前面几天有看节目的 一个观众朋友 对不对 所以我说现在 就是一个搭便车的行情 同时怎么样 也是一个送分行情 什么叫送分行情 你只要抓到方向 在该出手的点位去出手 对不对 你看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你不要说什么 光是一个贸系 两天两根 不好赚吗 两天两根 不好赚吗 你没有跟上贸系的 我接着帮你选择了国具 你不好赚吗 对不对 然后你国具又没跟上 你昨天打电话进来 我今天带你买的是这一档 有没有 我都具备三个 最火红的题材 什么 你看最新的什么题材 唯控制处理器 MCU的一个题材 这是不是最近最火红 你自己说 那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什么 我们刚刚讲到5G 有没有 那5G就是为了云端 大数据 在做准备 那云端大数据 它也具备这样的一个题材 再加上TWS 这边我够讲的 真无线蓝牙耳机 有没有 它具备三样题材 所以你看 三月的营收 公布出来双绿双升 月增24% 年增52% 那这样的股票 我说人家只有一个题材 都能够涨翻天 它有三个题材 你认为它的续航力道 会不会比别人强 而且最重要的 现在才五字头 不是五包 也不是五块 是五十块左右的股票 是不是 不论你的资金是大 是中是小 你操作起来 都非常的开心 对不对 你都操作自如 所以每一天 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几乎每一天都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出手 所以这不是送分行情 那这是什么 因为法人在做绩效 我们就有机会 我们有什么机会 搭便车的机会 那我们既然搭法人的便车 我说过 我也欢迎各位怎么样 一同来搭我的便车 你不用每天看了一大堆节目 看了一大堆的报告 看了一大堆的报纸 也不晓得该买什么 我说过 股票我来研究就好了 你只要研究我就可以了 研究我什么 从3月11号 我带着各位全数保持空手 一直到这个礼拜出手 到今天四天的时间 天天有惊喜 有没有天天让你开心 那如果你觉得这样的模式 你可以认同 那么我说过 现在就是一个抢钱行情 所以既贸系国具之后 接下来我们明天还要再推出 搭便车2 所以也欢迎各位 我搭法人的便车 你来搭我的便车 好 明天有机会出手 就会带着各位一同动作 明天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不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行线评估并次负投资风险